因為我覺得 吳興國是少有的可以跳界 你曉得嗎 就是說 跨界的 跨界的演出 他有整個的金劇的底子 他也可以去拍拍電影 他也可以去跳跳舞 他還可以演賭神 你知道他也可以唱又可以演 你知道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 而且他還有創意 我覺得那個創意 你知道你不是說我給你一個本 你就演出來 你是要去創造出東西來 那個是很難的 這個 不過我們其實也蠻小心 就是說不要讓他太累 對 像去年吧 九月的時候我們在韓國演出 結果演那個暴風雨 那天葉景天也在 徐克導演也在 結果在韓國國外劇院演出的時候 舞台的人不小心推 他本來是魔法師 高高在韓國外劇院就摔下來 而且呢 他摔下來是 他的手 我是個能翻能打能摔的人 結果我讓那個推的人把我推倒下去 這魔法師 三米半高耶 真是一層樓以上的高度 摔下來 因為那個袍子太長了 我根本沒辦法跳 跳不下來 有一個欄杆攔住我的 我這麼高就這樣 空 用手去撐地了 斷了 這邊整個裂了 裂掉 裂掉 還有兩場啊 我覺得最有意思是什麼 我在台下看 然後呢 那個我就覺得 奇怪 吳欣國怎麼改變演法了 他就是這樣 這樣弓著身體這樣出來 然後呢 居然很多韓國人看了都掉眼淚 不是知道他摔下來 是覺得這個魔法是很懺悔 可見你演得多好 好懺悔喔 以後就這麼演了對不對 對 然後我覺得徐克導演很厲害 他在旁邊 徐克導演一直心裡很不安定嘛 他就在旁邊一直看著 因為後面還有一小時 所以呢 所以徐克導演發現說不對不對 新國不對勁了 然後呢 那個徐克導演就開始 在後台就開始安排 怎麼改變結局你知道嗎 因為他結局有一段 是要把衣服脫下來 然後把殘障放下來 把書丟到海裡面 可是他手已經斷了 他怎麼做這些動作 他就開始到後面說 你等一下怎麼樣 你怎麼樣怎麼樣 就把劇情改了 韓國人還是很感動 其實你看看這個有時候演出 真的是 有的時候冒著生命危險 像你那個 翻就 不要再翻了吧 世博演完了對不對 如果 可是我覺得在世博演出的時候 那個是一個不一樣的 我感覺五年之內 如果 不演的話 我之後我就不會翻 其實 所以他的意思說 五年之內我還要翻一個 對不對 沒錯 我在去年翻的 對啊 其實 我在想 我在覺得 今年 他去年在澳洲連翻四次 對 對 嚇死他們 嚇死他們 對不對 嚇死他們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看到他們這樣鼓掌 這個是很榮耀的事情 對不對 咱們為什麼呢 不過我覺得在這次的演出 我常常在想 你們常常兩個人去做 一件事情的時候 從來沒有想到後果是什麼 對不對 但是結果是好的 比如說當代傳奇 你們就知道 只知道 我要去完成一件事情 但結果是好的 但是如果 讓你知道過程是這麼難 可能你們 大家都不敢去做 秀偉 其實 其實這一路走過來三十年 你說他是一個模範老公 是不是 模範倒是不一定 有時候還是會花心一下 會嗎 會啊 我的聲音都會 你敢嗎 沒有 我其實沒有怎麼花心 我沒有 我就是拍戲 拍戲也是跟舞台像一樣 是假的嘛 對不對 可是舞台那是因為我們演虛擬的 演習慣的 不會真的爆 所以他呢也就習慣我 從來好像我不會爆人家 但是拍電影的時候 就真的要爆啊 對 你真的要爆 他是個生活啊 對不對 搞不好你要親他 那麼你要不要親呢 那導演說這劇本裡頭就有 那你也同意我去拍了 你要我去賺錢 那當然我就 他有時候會把那個 他有時候會把比較 敏感的那個劇本會藏起來 我有時候看嘛 我要檢查他的劇本嘛 他會抽掉 我說怎麼不聯繫啊 這種小忌廉 沒用的 電影要放出來的 你覺得你自己這輩子 有做什麼事情 是最讓林秀偉不高興的 我排完一個戲 我排戲的時候 他不配合我一些什麼的時候 那我就會 我感覺他會把我的品質降低了 或者達不到那個水準 我就跟他 我說你是製作人 你會跟他翻臉啊 他通常是什麼表情 他是不給我看到的表情 他就 他自己跑掉了 躲起來 對 他就走開 我走掉是因為我說 我會說你對我胸 你錯了 所以我走掉 我讓你時間冷靜一下 所以他差不多隔 差不多半小時 他就回來跟我下跪 沒有開玩笑的 沒有到下跪的程度 男兒膝下有黃金的 但是我可以說聲道歉對不對 對 你要想想 沒對製作人 你 你發什麼脾氣 你讓你一個人在台上亮的 他就很愛那一齣戲 所以他就把那女人 打扮得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所以呢 我覺得她的花心 我很嫉妒那個女人 所以那個女人是空氣 你知道嗎 是小說你們空氣 請我唱給我們聽 好 來… 也許還有另一個人 也許還有另一個人 不一定欲照 不一定愛我 也許還有另一種生活 不一定有趣 不一定好過 也許還有另一個機會 不一定… 忘了 不一定有把握 也許還有另一個自己 不一定痛苦 不一定快活 今天真的很開心看到你們兩個 我覺得呢 這個鑽劍呢 雖然不大 但是呢 情意非常的大 不能給太大 妳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待會兒她又會去賣掉 不是 因為我很容易丟掉 因為她是舞者嘛 她是宣仗不要有東西的 不要有東西的 但是這個是一種紀念 這是一個記得當年買的 記得當年怎麼當掉的 記得現在怎麼拿回來的 對 這一次 非常謝謝 謝謝 兩位 謝謝 謝謝我的風的時間 謝謝你們的風的時間 一對夫妻結婚了三十年 還可以坐在我的旁邊 兩個小手握著 好像還在熱戀當中 一對拍檔工作了三十年 雖然吵架還是默契十足 其實 他們兩個 從來不想自己結婚了多少年 他們的關係也很像革命統治 他們倆一起享受創作 也一起享受掌聲 這好像是很難一般夫妻能夠體會到的 其實當代傳奇 也就是我們現代來講 很不容易的台灣的驕傲 這一對夫妻我們要珍惜他們 我們希望他們帶給我們更多更好的演出 你們兩個要更恩愛喔 不要再想別的了 這輩子就是你跟他 還有更好看的戲 謝謝你們來接受我的訪問 有望小燕之夜再見囉